欢迎大家今天逆临 由台湾癌症基金会所举办的 肠胃健康日询委讲座 那我们这是台北厂 那今天也很荣幸呢 邀请到两位医师到现场呢 为我们介绍 关于大肠癌防治的演讲内容 那首先呢 我们邀请到台湾癌症基金会执行长 楠金明医师来为我们演讲 大肠癌的防治全民念武功 那代表第二位医师呢 是由加坂的中医诊所院长 罗明语医师来为我们演讲 您的施法权定大肠经 偶尔大肠经 那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 刚刚入场的时候呢 大家手上都有拿到一个资料袋 那资料袋里头呢 有一本由台湾癌症基金会 所赠送给大家的 苏果的农药残留与清洗 那这里面呢 就是有完整的教导大家 要如何安心的选择蔬菜与水果 那并且就是适当的补充 您的蔬果的摄取 那并且今天的讲座呢 其实是为了要宣导 5月29号的肠胃健康日活动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其实也是协助台湾癌症基金会 在宣导大肠癌的防治上面 有更好的一个宣传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由我们的赖金尼医师 来进行今天的演讲 谢谢 掌声稀稀落落的 表示还在睡觉 鼓励大家开手是对身体是有利健康 我是赖医师 那那个目前是在汪汪烟湖 那今天跟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大肠癌的房子 你们会选大肠癌 那一方面是肠胃健康日耳 一方面是什么关系啊 跟马英九有关 大肠癌是现在全台湾 连续第七年人数最多的癌症 虽然他用人口每十万人口去算 他还在排名第二 不管在男性和男性 他在男性并没有高过乳癌 在男性并没有高过肝癌 这就是发射率 但是因为男女的人数是一样的 差不多加起来变成人数最多 已经是我们连续第七年韩米第一 人数来表韩米第一 不是用每十万人口来算 那这个道理为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让大家看 所有的癌症都在减少 会增加的都跟饮食有关 都跟吃的太好有关 吃的太 热量太高 太肥太多肉有关 蔬果吃的太少 纖維吃的太少 也有关 所以等一下 我们第二场的是 另外一位卢医师 他会跟大家讲 这个硬食的调理 那我这边就走动到 台湾安心基金会 提的重点 蔬菜水果 这种事实上 是非常重要的 那 全民内武功也是 台湾安心基金会 所以从过去 可以往天天舞舒服 舒服彩虹 579 到最近几年 我们开始全民念武功 武功 武功 武杠 不是哪全 是五种工法 那这里面就包括蔬菜水果 今天就会跟大家 大家再来评一下 所以 篩田 最主要是找到洗肉 然后 理直预防 就是着重 蔬菜水果 跟多汁纤维 少热量 减重 是很重要 也跟很多癌症合关 然后要多运动 要便利 所以最后是间谍 这叫做五种工法 那癌症在台湾事实上是成长 已经联系 是我们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已经联系超过三十年 这三十年 基本上癌症 都是我们死亡的第一位 然后 最近我们就实际上看到 从不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造成家庭飞去 干癌 三个月就死掉了 哇 那全家痛哭 那对 可能他又是一个董事长 也许总经对社会 同时最有贡献的时候 那一旦就来争议 那就快就过去 然后瓶瓶瓶瓶 我们很多还真的找到 都泰满 当然知道 还确定改善很多 因为政府推了试癌篩检 就是你要去做大杯前学检查 有问题 赶快做大肠病 去把食肉找出来 所以我们大肠之下 还过去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第三期的 现在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第一第二期的 完全倒过来 这代表什么 筛检是有用的 我们癌症找到的时候 基本上多 也不是默契的 都还有机会治疗 所以我们的死亡疫 又开始在下降 不过我一直还不能解决的是 雨后春旋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癌症年龄是在下降 不管大肠之上 我们也看到年轻的人数越来越多 我们看过卵巢癌 这都跟饮食有关 不是吃得太好 乳癌 二十几岁就有了 卵巢癌 三十几岁就有了 以前都是 卵巢癌都是五六十岁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合理的怀疑 是跟我们食安最近风暴 大家吃的就是没有办法 黑心的油 黑心的伤人 这都是有关系的 我至少告诉我们 这个是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台湾的这个 这个癌症的死亡疫症 明狗七星人就是第一位 盗星蛋还是一干 联系三十三十二年 三十一三十二年 那另外一个坑就有关系 死亡率一直在增加 无视于我们医疗的进步 我们全民签保 尘封老宝时代一些的进步 我们的死亡率 各种疾病的死亡率都在下降 就是有两个一直在增加 一个就是安生 一个是糖尿病 都代表怎么样 吃的太好了 台湾40%的人有糖尿病 潜在医疗的糖尿病 就包括进来的话 所以表示说 跟我们医疗有关 吃的太好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从 预防癌症 走走当然也要从 同时也可以预防 或者减低糖尿病 对我们的危险 现在这个 宽生病是2012年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15年 现在已经 应该快接近5分 或者到4分了 也就是说 每5分是吗 就有一个人得白症 等一下我 我讲完一小时讲完 就12个人得白症 多不多 下死人 对不对 那每大概 现在已经到11分多了 每11分多 会有一个人死亡症 所以是非常快速 那我们看 大肠脂肠 脂肠癌 从7年前开始 就已经是人数最多了 大概是肝癌 大概是肺癌 乳癌 口腔癌 那如果以排名 乳癌是女性第一名 肝癌是男性第一名 大肠癌是男女性 第二名 但是人数 大肠癌是第一名 肺癌是因为很多 这个治疗很不容易 所以肺癌的时候 肺癌是第一名 肝癌是第二名 大肠脂肠癌是第三名 不管怎么样 大肠脂肠癌是在最近 这五年到十年之间 成为威胁我们 这个健康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癌症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你就要看这个箭头往上 箭头往上 我们看最多的是 十大肺癌症的比例 我们看箭头往上是大肠癌 再来是 箭头往上是女性的乳癌 还有 男性的肢物腺癌 还有女性的子宫体癌 所以往上的都代表跟饮食有关 影响最基本的大肠癌 那其他像甘癌 胃癌也是越来越少 肺癌也是越来越少 这种戒烟 新年戒烟法开始半读以后 所以就会戒烟 那施物腺癌 在男性也是跟饮食有关 吃太好 就只得施物腺癌 活了越久 就只得施物腺癌 一样 那如果我们以男性 男性来看 现在大肠子大肺癌 你看它能不能排上 增加最快 然后再来是 伺服腺癌 这是男性 女性的话就是乳癌 然后大肠子肠癌 再来是子宫体癌 卵巢癌 都一样 这些东西跟吃得太好 有关系 所以 尽量降低脂肪设置 减低过多热量 烹调方式也是以 减低这种 产生热量最多的方式 然后再来 少吃红肉 多吃纤维 多吃素在水果 都可以降低这些癌症 那以这个 国舰署 在当年发布的 累积这个厉害的风险 来讲 台湾 台湾 都排名 你看我们累积厉害的风险 美国是每三个人有一个人 但是我们也高过 大概每四个人 就一个人会得癌症 在比 零到七十四岁之间 然后远高于谁 新加坡的华人 还有日本 第一 美国人 所以台湾是算排名很前面 那如果以死亡的风险来看 台湾每六个男性 就有一个人会死癌症 比每一日都还高 那女性呢 则是每十一个人 有一人会死 那女性 比江国一代的排名 最多 所以 少喝香槟酒 不是喝喝 是香烟 冰冷 跟酒 对哪些很重要 因为这个跟台湾 这个 息息相关的癌症 是有关系的 台湾的利害风险 刀 也死亡功险也非常高 那为什么会这么排名 是不是跟这个 马英九有关 是吧 事实上 这个是长期累积的 从二三起来来 就是这样 我们越来越西化的物质 越来越精致 造成我们的违法 就造成我们的完整 那我们的年龄结构越来越老 然后代表我们长寿 长寿反而是增加癌症发生的人数 以前还没有得癌症就死掉了 现在人都不死了 那就得癌症了 癌症是在高零人口是 是越来越多 这是一定的 那代表癌症 在现在的医学 能力上面 还有很多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那当然也跟我们长期的烟症 我们国际的空气污染 银水污染像乌角面游行地区 这都是有关的 那我们台湾就是吃槟榔 台东 你说槟榔的产地 本来是在马来西亚 槟榔 槟榔鱼 但是当地也不吃 那中国大陆只有一个城市是吃槟榔 那个城市叫做 珠海对面那个叫做 在澳门 他们 那中国大陆是可以买到槟榔 是为了给我们台商 大陆人是不吃槟榔 然后台湾有V型肝炎 西型肝炎 还有人类乳突病毒 是跟肝癌 子宫颈癌有关 我想比较重要是后面的 就是我们过去这五年来 这么多的食安风暴 我们才慢慢知道 哦原来 我们很多女性的乳癌 那么年轻得老 我也说 那么年轻得卵巢 那么年轻得子宫颖 都跟女性有关 可能跟这也是有关 也许跟我们现在大陆人 涂飞猛进 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些 这些 我们过去都不是很清楚 那癌症也是 容易集中在都会区 像我们都会区 因为空气污染 汽车排烟 抽烟 二手烟 肺癌也是集中 如果还是集中 因为吃太好了 常常也是吃太好了 吃不下 吃太好了 是越进日冷眼池 越焊高热量 那像新竹科的原因 是当年 五年十年前 台湾大肠还没那么多 那个地方就第一名了 为什么竹科 两兆双新的产业都在那边 为什么竹科容易 有大肠来 一样都从美国回来 带来美国 这种文化素食 然后这个压力也大 所以当时这个大肠来就第一名 新的产业多肛乃 跟地下水有关 原住民都未来 诶 谁听过 这是我们在学生时代 老师称功培长 他是说 这个原住民 只要这个山地同胞 昨天喝酒 暴毙 然后卫生主 医生就去看 昨天没有喝酒 有 十一未来 那事实上也是突显出 当时那个 这个花蕾台东地区 原住民就是少制蔬果 烤山猪肉 喝小米酒 这个是 事实上胃癌是可以预防 胃癌的预防 跟大人非常类似 但是这个至少也提供 用饮食跟环境 跟癌症是有关 拿入多口腔奶 为什么 檳榔西枝比较漂亮 多吃檳榔 那高雄你也利用多肺癌 空虚弱者 无小运用性多肺乱 是跟地下水的污染有关系 所以这个是有区域性 至少反映出一些 一些癌症的形成 事实上是跟这些是齐齐相关的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谈 癌症为什么会形成 癌症就是 癌细胞变性 来造成失控性的增生 那这些细胞没有办法走向良性化 没有办法把品质分裂 分裂性好 不断变方大 然后又老心的绝望 这些就叫分子拔点 癌细胞是正常性化过来 这些分子拔点错乱了以后 那就变癌细胞 但是这个也变成癌细胞 不要三十年 十四年 这么漫长的时间 所以一个癌症形成 癌细胞是怎么来的 癌细胞是传染来的吗 我记得我当年 在准备走癌科的时候 我肚无极力缓 对啊 他说你没有胃 因为我们要看癌症病 他说癌症病 癌症病打一个喷嚏 你就得癌症 会吗 像我们那时候在台大 做耳鼻 得鼻音癌的教授 自己得鼻音癌 一天到晚跟人家 看看鼻音 所以他自己得鼻音癌 命要喝了自己得肾癌 然后 就会说 每天看癌症病 会不会被病人传染 癌症会传染吗 癌症会传染吗 从你身上背过来 自从你不算在自己 你自己身上 正常细胞 就会累积基因的变化 一直累积到一个中 就变癌细胞了 你今天会得癌症 不要怪别人 不要怪谁 怪自己 癌细胞就是从你自己正常细胞过来 当他累积了很多基因的图片 造成很多分子把你的错落以后 没有办法造成 就会发生这些现象的时候 就会得癌症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么深 就是因为很多标靶药物就这样来 现在大部分标靶药物都是抑制 细胞性化传递 入境的传递 还有一个是抑制新增血管 这都是癌细胞的一些特点 用这个特点发合的药物 就是标靶药物 蔬菜血果还有很多成分 就是抑制这些八点 所以 蔬菜血果就是广义的标靶药物 你每天吃蔬菜血果 又健康又会防止癌症 甚至已经得癌症了 也得预防再防 都是一个标靶 调控的关系 人家有问题 所以一个正常的细胞受到病毒 病病肝也吸引病病 或是受到骨色蟹 最近说 台湾的假装片 都一定跟吃骨岛的放射性产品 偷偷卖到台湾来有关 是吗 不会的 就是说 即使你吃到日本骨岛的骨岛 那个附近的产物 带有默色线 也不一定立即产生假装 一个假装片产生累积 那个假装线 一至少累积八年了 就是从原子上爆炸 以后八年后才会看到假装线癌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有那么快 制造污到骨色污染了 就不会得到假装线 一定还有其他例子 至少 这个癌症的行程 事实上需要一段时间 这些病毒 如这些 像大部分 百分之七十的 基因的改变 都来自于 后天的食物 食物 人家我会提 这些造成基因的改变 基因的改变主要是有一种 治癌基因 叫抑癌基因 抑癌基因 抑癌基因是保护我们 治癌基因是 直接引起癌症 那么互相抗衡 最后不行了 才会让症状就要变成 治癌活化 可能都要被荒生提高 脑胺 所以一个礼物性的是好慢 你很有机会 去延缓它的进展 然后你会保护你自己 你先看多次输殆水果 你胜 completed 可能要形成癌症 就会停掉 甚至要被逆转 就会变成癌症 所以输赖水果事实上从流行病选 从动物性都已经确定 它是一个防癌或者是抑制癌症 进展最好的来源 输赖水果有很多症状等下会停 所以一个正常细胞的癌变过程 它是一个基因长期的变异的累积 然后一般基因会开始损伤 然后把正常细胞变成癌症的细胞 就只要一堂一堂 然后再累积很多基因 以后到癌的前期肢胞可能要十几点 那癌的前期肢胞变成一颗癌细胞 一颗正常胞变成一颗癌细胞 大概还要在好几年 所以这样子加一条颗体力都快二十年了 然后这个癌细胞如果在你身体里面不分类 你根本不知道 你也找不出来 癌细胞要被我们找到 都要长到十的九次方 十的九次方才一公分 已经十亿的细胞在你身体里面 那你才能找就找他 所以这个癌症的成长事实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我们就用这个大肠治肠来 今天也要长就有主题 大肠治肠来这个大概在1990年就被认定 大肠治肠来事实上是累积了好几个基因以后 才变成大肠治肠 他是从大肠的正常区方 先累积第一个家族性的席肉基因 叫ABC ABC是一个保护性的基因 这种家族就没有这个基因 那就容易长成席肉 就会长成席肉 然后当然就是基因的这个调控的假计划 改变了就变成核心线 再加一个致癌疾病的活化 就是第二基因的中核心 中核心就变成高核心度 又需要一个基因两个基因 这个基因再加上去就会大肠治肠来 所以这样子一个演变功能要二三次 所以这个目前很多癌症都已经确定 很多基因是这样演技术 癌症就因为这样形成 所以我们如果去做 去做这个 我们如果去做这个大肠治肠的检查 这个大肠治肠的检查 就会看到席肉 你如果在中核心线拿到 就没有事 如果你是在现有阶段拿到 就已经往大肠治肠的方向 所以这个叫做癌症病变 我们去找席肉就是希望 如果找到现有 这个现有一旦找到 趕快也要拿掉 就会变成大肠 你放个一两年 就变成大肠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捕席肉小子 就是这样吧 席肉找到 绝对是对我们是有帮忙的 所以一个自然的因素 绝对百分之九十 到九十五是来自于这个环境 只有五到四分是来自于遗传 那这个环境最主要是 这个烟占三分之一 然后呢 这个饮食占另外三分之一 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 也要戒烟 所以远离大堂 然后就要做到 书国彩虹579 规律的运动 体重控制 愿意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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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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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全民愿悟空 那我们等一下就跟大家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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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 什么叫书国彩虹579 书国彩虹579 书国彩虹579 听过的人举手 是不是什么意思 就是小孩 7 女性 或者少女 那是7分数的对身 9 人性 民运的男人像我一样 一直站在这边 你们来坐在下面 好 譬如说 男性可能承受比较多的社会压力 比较忙 是的 抗氧化的东西 就要比女性要够 就是蔬果才5-9 以前我們講的天天5蔬果 後來講的蔬果才5-7-9 那蔬果我們意思就是講新鮮的蔬菜水果 不要只喝果汁 那都是錯的 那我們公文法一就是要低脂高鮮多蔬果 這個對大腸是最貼切的 因為我們吃太多的脂肪 熱量就會變成核 女性就會增加女性惡 所以肚癌 子宮裏末胺軟超越就會增加 男性吃過多的脂肪 淡血成男性雄性惡 就會跟攝護纖維 所以要低脂高鮮就是減低便利 事實上纖維本身也可以 就帶著很多脂肪 所以減低脂肪的吸收 多蔬菜水果 等一下我們就有選大家介紹 蔬果到底有什麼方法 那為什麼我們這個觀念 最主要是美國人 我們要龜峰 美國在193年左右 他就開始做癌症死亡的腦筋 那就是每五年五年就這樣看 你看他胃癌在過去就這樣消失了 這位是男性 那肺癌就不問你這個 那時候也還不曉得 原來是抽癌 但這個時間美國 連中的最多 他抽的最兇 在1970年前 然後就把香菸賣到台灣來了 那美國的肺癌市場已經持趨緩 大腸直腸 就現在還不知道 還沒有做到的改變 就是未來建立肺癌 當時還不曉得 女性也可以看得到 子宮頸還是女性的第一位 以後被病又吃掉以後 子宮頸就不見了 然後未來呢 原來也是美國的第二位 就像現在日本、韓國一樣 還有中國大陸、東北 未來都還是排名第一 台灣現在已經排到六、七名之後 當年美國未來是他們第一名 1930年 現在以後就沒有了 他們的乳癌根本無視於醫學的進步 怎麼開刀、怎麼電腦、怎麼畫廊 都沒有用乳癌死亡醫師一樣 所以納粹美國的一些流行病原學家 還有來各種專家都來講 到底什麼原理 要想的 第一個 魏癌為什麼在南嶺很早期是第一名 我第二名 然後第二次在那裡頭就不見了 你們認為為什麼 魏癌在美國早期都排名最前面 第二次在那裡頭就不見了 因為這樣以後人類文明發生什麼改變 你們認為 有電視 有多看電視可以減低未來的發生 是嗎 還有沒有 有汽車啊有冷氣啊 這些都會影響 深入影響我們未來的發生 是嗎 主要是什麼 你們一定有考古題吧 主要是電冰箱 電冰箱發明了以後我們胃就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每天吃到新鮮的蔬菜水果 對不對 對 但是吃的時候要怎麼樣 要扣著不然就跟日本韓國人一樣 他們的胃還是低 那就表示他們的 記憶的那邊這樣不好 不是 美國記憶 還是國際牌也不要用 我們應該買美國的奇異牌 吃吧 馬力大又能 事實上主要是 生菜菜空腹來吃是歐美的 歐美的人這樣子吃 日本人吃水果跟台灣一樣 都是飯後才吃 對不對 空腹來吃水果 蔬菜水果都在空腹 所以當我們進去吃西山的時候 都是有沙拉法 先把沙拉法都吃完 再來叫牛排 好不好 你看以前電笛 電笛 蘇菜水果空腹的時候 是最容易保護 而胃癌是可以預防的 從美國的這些胃癌 發出後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胃癌的下降 跟飲食是有關係的 所以美國後來在1990年 1970到80 大概都在做研究去解答 為什麼蘇菜水果可以治療胃癌 後來都清楚 所以1990美國開始推動 全國新的飲食貿易運動 那中美Five Day 這年我從國外回來 就把Five Day帶回來 就換一成天天無數國 好不好 那他們就希望一天要吃五份 然後生菜沙拉 五個奢餅 來改變美國人 大量都是吃的 結果 六年後 他們的癌症的發生率跟死亡率 已經開始下降 而且最近的報告 已經出來 美國癌症的發生率跟死亡率 連續二十年下降 好不好 這跟低血進入沒有關係 當然有一點關係 比較重要的是 改變了生活習慣以後 症癌更加發生了什麼 就下來了 世界癌 這是歐洲的 世界癌研究員 他們也講過 健康飲食習慣 66到75%的大腸癌 75%的胃癌 50%的胃癌 130%的胃癌 各種都是可以 大腸癌 大腸癌 名列第一名 大腸癌 最容易有健康的飲食習慣 來預防他的發生 那這個就是 我每人都會接到記者問 他都會說 那一次 你講的都錯了 最近有一篇報導說 多吃蔬菜水果 沒有 沒有 對胃癌的控制 沒有辦法 每年大概都會 一兩杯 有這樣 那我們都會去看 到底這樣的 利潤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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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有很多是 吃的 量 事實上 含有Phylocate 叫做植化素 就是植物性食物中 化學成能 他是21世紀的維他命 以免20世紀維他命 對人類的貢獻 20世紀維他命 對人類有什麼貢獻 是 維他命缺乏的疾病 都沒有 很多慢性病 就都不見了 對不對 然後 那我們每天都可以吃 一顆棕的維他命 是嗎 事實上 光吃那個維他命 對癌的利口 是沒有辦法 已經證明了 好不好 各位 不要給棕的維他命 我吃不了蔬菜水果 每天吞個一把維他命 我就可以抑化癌症 沒有 你證明怎麼樣 真正抑化癌症的蔬菜水 等下吃到足夠植化素 一定要來自新鮮的蔬菜水果 一直是涉及很多量一起 而不是單顆維他命 或是人工製造合成的維他命 幫忙怎麼樣 好不好 那二十世紀維他命對人類的貢獻 就是延長了四十歲的壽命 以前後悶啊 後悶啊 後悶大概四十幾歲就死掉了 現在都八十歲了 對不對 那我們以後呢 今天在座都看的都比我年輕了 你們以後大概都要活到一百二 真的嗎 人類的基本壽命就是一百二到一百四 就是基因解密以後 公元兩千年把人類基因全部都解納 就發現原來有長壽基因 長壽基因 人還人每個人都有 只是你後天的生活 不讓把長壽基因熄滅了 維持長壽基因還健散了 因為他因此習慣比較好 這些人現在都活到一百二 所以人活到一百二是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那這些final planning 這個滋化素 他就是可以增強免疫 可以誘導癌細胞良性化 可以促進癌細胞病 阻斷癌血管 增生抑制癌細胞 分類性化傳遞 還有抗氧化 還有含植物性能 可以對抗的呵護 還有含有腺癌 這些都來自於每天不期待的素材和水果 那就可以 就像我剛剛講的 很多這個比較難的 分子拔跌的 不要把藥物的作用 素材水果都可以 只是他沒有被存化而已 還沒有辦法被人藥物 但是 用素材水果來治療癌症可以嗎 你說他是標法藥物 那不行 那濃度是有什麼 但是素材如果來 預防或者延緩癌症的話 你可以嗎 可能 因為動物實驗 流行病原調查 都很清楚 很多得到癌症的病人 他因為後來改變了 只希望多次數斷 因為他的延緩再有 所以 在延緩這個癌症的進展 素材是有幫忙 但是不是用他來治療 今天這個 對酸酸劑有問題 不太清楚 那 這個是告訴大家說 各種不同的生物消息 抵抗免疫能力 誘導良心 活動化抑制水管 新生促進細胞的雕毫 類似這樣子的分子拔跌的作用 可以來治療非常多的蔬菜水果 然後同一種植物 譬如說大豆豪 也很多不同的生物消息 這個問題就清楚了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 我們的 剛剛登基建委 我們的董事長 所以王建宏 還有各位 欸 男醫師 告訴我 哪五種最好 那就吃那五種 就好啦 我那人家也蠻投機的 居然還想選總統 事實上 這一張則是告訴你 沒有所謂的植物網 或水果網 沒有 事實上不期待的水果 他手還有成為 多具有非常類似的 調控分子八種的作用 所以連環排成的進展 都一算回頭 所以不一定很清楚 你只要記 各種不同顏色的 有深綠色的 深紫色的 深紅色的 深橘色的 深連白色的效果都很好 白色是什麼 洋蔥啊 然後 菜桃啊 然後 正義色 有很多 這種花椰菜啊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 你只要記得 顏色越深 然後越多樣 每天都吃 吃的量要一致 就要多 五分 七分 九分 就夠 他的這個 癌症的這種 嚴滿的效果 就可以拿得到 那這個是世界來的研究 基金會的統計 他每十年會發布 全球的統計 那你可以看得到 他上面寫著 生菜 綠葉蔬菜 十字花惡蔬菜 青蔥 蒼蒼肉 摸摸 他們確實可以 預伏的 白天 都是未來 為什麼 因為吃進去 第一站是誰 未來 所以他保護的 第一站是誰 未來 如果 你把它拆分出來 那但是 很有 很可能的 也就是統計上 還是有意義的 各種很多癌症 都有 可能的話 就是說統計上 沒有意義 但是有這個 傾向 統計上的這個傾向 它有保護的效果 重不動癌症 事實上可以受到 輸在水 所以如果要 不要保護 所以 輸在這個要吃 應該摳摸是最好的 對不對 講一個笑話 有時候以前 我到處推廣 很多人晚上 要一起吃飯 然後我知道 我在做 就會請人家 水果 線上 碗你的 碗到十分鐘 一來 哇 已經知道最後一盤 最後一盤是 輸在水 我有 哇 我今天真的來得太 爸爸會不會時間記錯了 不是啊 因為他一直要講 要先吃水果 然後再來是 這個是 纖維 纖維要怎麼吃 以前都說 五穀的一定要吃 事實上 很多纖維是 含在 塑在水果裡面 你吃足量的 五分 七分 九分 你不一定要刻意說 一定要 再吃到 肚豆纖維的 譬如說 這個 五穀類之類 好不好 那台灣吃素材 有叫 夠不夠 你可以看 這是 以前這個 做的 國美營養調查 以前的衛生器 那這是 民國六十九年 七十年 七十年 八十二年 還有一次是 九二到九五年所做的 結果都差不多 後來我剛剛就沒有再做 他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我們多吃的都是 乳類 銀藥類 蛋類 反而 蔬菜水果這三十年來 我們台灣民眾吃蔬菜水果一樣 是沒有改變的 那假設我們一份蔬菜水果 一份蔬菜水果到一個拳頭打 就一份 然後蔬菜是裝盤油管 煮熟了 大概是半個 一份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蔬菜水果是大 200cc 一倍 這樣小一份 那我就跟大家 今天在座 你每天吃到五分蔬菜水果 請舉手 來一個兩個 就是我三個 就是我看過最差距的一半 你們是住在這個信義區 台灣最高級的人 持續到這個人最差 我會回報蠻久 好不好 應該要回報柯市長 好 那 事實上我們從衛生組的調查一下 吃三道 以前我們講 天天五十五水果是說 吃三道素在兩分水果 吃三道素在有大概30% 兩分水果在11.14 對 事實上是 可是我們今天反映出來 差不多了 就是 大家都吃得太少 所以 台灣是覺得一直在努力 就是從1999年的天天五十五水果 公元兩千年 就2004年的蘇果採用武器 事實上 也變成整個衛生組 國人健康飲食公共政策 2007年天五十五 2011年蘇果採用武器 所以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 想到這個 事實上 我們這邊的推達建議 能夠落實 那小孩子就是 三分素在兩分水果 女性的四分素在 三分水果 五分素在 四分水果 大概是這樣 那 如果有的人說 拳頭大小 你的大和小 那就量 很重要 生菜大概一個碗 主桌半個碗 或者你去量 一百公克的生菜 水果大概 一份大概三到次 大概切一層 快半個碗 就算 很多人就說 喔 那這樣 我不是每天吃都要拿秤子來秤 沒有啦 年紀來又要說 大概是多少 以前我們在推天天五十五個 很多人就換工事 五個一組 每一個一組 就帶一份 不一樣 然後 乘以五個要準備給其他同事 大家互相share 那就一個想聽 每是忽利 貽草 那些真是 不 booster 那不是一種的 無音官秘 每個客人 會一例子 不行 然後我們就把它弄成這樣一個 一個那個 葡萄要多少 葡萄要13粒 他应该要带65颗 所以要有量的管理不是种的管理 我每次都说我每天要吃五种蔬菜水吧 我都给他丢一下 五分 不是五种 五分那就是要有一点量的管理 中国大陆有一个王龙 三次我们去研讨会 他也提出一个一二三次 他说每天吃的肉不要超过一碗的 因为要打网球 不要到一个网球 主食